出海捕鱼去楼 今天收获丰富啊 哇,这是什么呀 怎么长得那么像外星生物 哎,原来那是章鱼啊 章鱼好聪明啊 它可以将瓶盖打开 从玻璃环里逃出来呀 章鱼其实是在无脊椎动物里最聪明的 为什么呢 因为章鱼有九个大脑 其中一个是足脑 它只有合同大小 另外八个复脑 则在它的触手上 也因为这样 它的触手可可行其事 也就是说 它每个触手都可独立 其同时完成不同的事 章鱼触手上的吸盘 像舌头一样 可品尝接触过的物皮味道 酸 它的触手如果被折断 不久后可重新掌回 章鱼是肉食性动物 主要吃小螃蟹 小虾或鱼 啊 怎么你的血是蓝色的 蓝色的血可帮助章鱼适应很低的温度 在温度低的环境里 它需要足够的氧气 也因此 它有三个心脏 章鱼有什么保护自己的法宝呢 章鱼有很强的伪装能力 它的变色能力气强 预色可变出六种颜色 如果它开始察觉自己正面临险境 它身体就会马上变成 鱼周围一样的颜色 把自己隐藏的天衣无缝 除此以外 章鱼体内留个墨囊 遇到危险时 就会喷射墨汁 掩护它 让它逃之遥遥 章鱼妈妈一生只剩一次 跑到出生后 章鱼妈妈就会死亡 当妈妈产卵后 会一直待在卵身边 保护卵直至浮出一耳 在这期间 妈妈就不会在禁食 一心一意照顾自己的卵 总的来说 章鱼是个非一般的动物 我们也可以利用 Egmograph的手工 来呈现章鱼超强的变色能力 跟着可以画室动手制作吧 看看Egmograph的制作过程吧 建议利用麦克比上色 麦克比上色 能让图更为突出 不及生动 你可自行带克力画室的 Bestbox网页中下在线稿白制作 好漂亮喔 我们下期再见 好热心员 好热心员 我给你带克力画室的 好热心员 我给你带克力画室的 我给你带克力画室的 你带克力画室的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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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杨栋梁